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地震后震级最高的地震 专家称 这次地震释放出来的能量相当于在广岛头下32颗原子弹 目前 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9人 其中3人在徒步旅行时遇难 另有1011人受伤 还有131人被困 当地消防部门统计已有100多座建筑物遭到损坏 其中花莲县灾情最严重 台湾气象署在地震后随即召开记者会 表示这起地震是菲律宾海板块往北倾斜压迫所致 未来3到5天还会有规模6级以上的余震 请民众留意 加州新提案 员工下班后可忽略雇主的电话 电邮和短信 加州旧金山民主党议员马特哈尼开创全美先河地提出了AB2751新法案 旨在制定一项断开连接权法律 让雇员不会在下班后受到雇主打来的电话 电子邮件和短信的打扰 划定工作与家庭生活之间的界限 该提案还要求雇主制定并公布实施新法律的计划 并授权加州劳工专员办公室对经常违反该法律的雇主进行调查和罚款 然而商业倡导团体对此提案表示反对 他们担心这项立法可能难以实行 例如对于那些在时区不同的其他州设有分支机构的公司来说 这项法律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此外 它还会对薪酬和非豁免员工产生影响 在宣布该提案时 立法具有灵活性以确保适用于所有人 包括可能需要随教随到或工作时间更长的部门 吕寒大熊猫福宝启程返回中国 吕寒大熊猫福宝4月3日离开位于韩国经济道龙人市的爱宝乐园 踏上返回中国的旅程 福宝出生于2020年7月20日 是吕寒大熊猫爱宝和乐宝在韩国诞下的第一只幼崽 受到广大韩国民众喜爱 收获了福公主福敦敦等爱称 启程前 爱宝乐园为福宝举行了欢送仪式 中国驻韩国大使邢海明表示 作为首支在韩自然繁育出生的大熊猫 福宝不仅促进了中韩在大熊猫保护繁育方面的研究合作 更成为两国友好的使者拉近了中韩民众的距离 据悉福宝将于当天晚些时候承包机回国 将被送往四川省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平基地 好吧 好 好 小 housing phoran s ons pag pag